歡迎在地新聞 繼續來看 因為疫情的衝擊 觀光跟客運三億受重 交通保障行政議 進出進行預算六十億 今天通過之後 就可以來運用 其中五億要補助公路客運 另外五十五億要補助觀光三億 另外代替工費輸給有得到費用 所以五日前 不需要加班的這個活動來出銷 也就是說五日前有費車可以坐 所以說五日前願意加班 那後續我們十六個職法是希望在年底前能夠通過 希望後面不要再有任何的這個不加班的一個活動 如果代替問題要因為疫情變成秀才會觀光三億加客運燃 交通部會那麼大的部會觀光餐飲住宿旅遊等等 我們才要六十億啊 連十分之一都不到 所以根本不如之前主計總處講說 我們還有那麼多子彈嘛 國後的百億的進行方案 九龍部正處六十億 其中五十五億用在觀光三億 包括二行觀光遊樂業頂頂 像特色團體遊覽和自由行都有補充 另外五億本好客運業 這次推動上次的公路運輸遊飛 去面人客來積 六十億進行感染疫情 從過後就可以開始運用 九龍部也正在準備相關的補助措施 觀光市場國來勝出 接著迎接國門開放後 五國的離開來觀光